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當我面對著空白的繩子 卻又不知如何告訴你 每當走在那起放下的筆 總不能順利寫下去 不知道這是什麼道理 叫我閒聊後放棄 心志再次變成紙團 慢慢地闖在紙樓里 每當我想再寫信給你 總是不能順利寫下去 每當我凝望著手中的紙團 再一次責怪自己 不知道這是一種心情 叫我閒聊又放棄 是一個矛盾的難題 誰叫我暗暗的連著你 情話也沒有很堅強 這個你就沒想過了 因為我們家的情話 就是一顆甜甜 一顆牛腸 情書團就以前了 楊俊榮這樣 對啊 所以我就是要放棄 那一顆牛腸 就是你的絲